今天的接堂課呢 會由REX老師的觀點來告訴你 捷舞的重要元素 KICK 怎麼做 哈囉各位Dance Fashion 舞動魂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REX老師 歡迎大家來到了Dance Fashion的國標小學堂 拉丁技術篇 今天呢我們這集的影片呢 會由REX老師的觀點來告訴大家 捷舞的KICK你要怎麼做 那當然呢我們之前呢 Selena老師呢她已經有拍了一集的影片 她告訴大家她覺得KICK的重點是什麼 然後大家呢如果有看的話呢 我想你對KICK一定有一個相當的了解 那今天的這一集呢 就是由REX老師來告訴各位 REX老師自己如果在教學KICK的過程當中呢 我會怎麼樣的去引導我們的學員 然後學會KICK這個舞步 那大家都知道呢 KICK這個舞步其實這個動作啦 這個動作或是這個舞步呢 在我們捷舞裡面 其實相當相當的廣泛的出現 它除了CHASSE是我們的基本動作之外 Rock CHASSE 那還有什麼 還有KICK KICK KICK 然後SOMETIMES我們會接一點 Drunker Seller 這樣的動作 那所以我們今天呢 這些你可以看到我們剛剛這些動作裡面 其實都是我們 我們在跳捷舞裡面呢 非常非常使用 常使用到的一些元素 那所以我們今天呢 特別就是給大家講一下KICK 如果我在教的話我會怎麼做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第一步我們先練習一下 就是我們把我們的手呢 放在這個腰間的位置上 在腰間 腰間的水平位置上 那我們現在開始來練習我們的膝蓋 看到嗎 我們把我們的膝蓋給拉起來 讓我們每一下 每一下的膝蓋都可以去碰觸到什麼 碰觸到我們的手 那為什麼呢 因為比如說當我們在KICK的時候呢 我會習慣讓它有一個歸位在回來的位置 歸位在回來的位置 可以看到嗎 所以在這個動作裡面呢 如果你的KICK你是長這樣子的 感覺起來它會相當相當的沒有精神 所以我們會讓你的膝蓋先去什麼樣 碰觸到我的手 那這樣子的時候呢 你看到這樣子的時候 它就會先讓你的核心收集 然後呢 膝蓋交換重心 可以看到交換重心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時候 你的髖關節跟你的大腿 就已經開始有一個活動性 就已經開始有一個活動性 那當你在做KICK動作的時候呢 它就會比較動作就變成幅度就比較大一點點 那所以當你在做這個動作之前 你也可以先拿它來當一點暖身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蠻不錯的暖身 那當你可以看到 我當我在提腳起來的時候呢 我的腳尖 我的腳背的位置 我給各位看一下 各位同學看一下 當我們在提起來的時候 我的腳背其實有一個延伸向下的這個動作 可以看到嗎 有一個延伸向下的動作 所以當你有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的腳尖KICK出去的延伸線條才會漂亮 可以嗎 KICK出去的那種線條才會漂亮 所以我們請大家看一下我們的腳 可以看到 我們腳踢起來是這個 那接下來呢 當我們這樣子你已經習慣了之後呢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把我的腳固定在單腳重心上面 然後呢 把手舉起來 彈跳 可以嗎 彈跳 請去注意這件事情 我們在這樣做的彈跳動作的時候呢 我的手只是維持著 我把這個動作叫做大鵬展翅 或是我把它叫鶴拳 虎鶴雙型的鶴拳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在這裡 我的這個彈跳動作 我的這個彈跳動作 然後我們可以換腳彈跳 換腳彈跳 那你在這個時候 你可以看到當我們在這樣彈跳的時候呢 我們抬起來的這個腳 我們的重心腳 重心腳的彈跳 我們的移動腳會有一個cushion 看到嗎 它會跟著我們一起有一個彈性動作 那這個彈性動作是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要有這個彈性動作 然後呢 在這個時間點 你再把你的腳釋放出去 你的kick就會變得相當的有力量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在這裡 1 2 3 4 5 6 7 8 所以我可以再看一次 我們在這裡 我把我的腳抬起來 到我的什麼 到我的水平的高度上面 然後呢 我的腳的這個位置呢 放在旁邊 接下來是重心腳的彈跳 是重心腳的彈跳 可以看到嗎 然後 隨著我這個重心腳的彈跳動作 讓我的腳跟著它釋放出去 你可以看到 當我們在這樣做的時候 你的kick的動作呢 就會變得非常非常清楚 我側面給各位看一次 彈跳 2 3 4 5 6 7 8 所以你可以看到 當我下去的時候 我是不是讓我的腳釋放下去 然後呢 釋放下去 然後跟它抬 抽回來 所以在這個時候 你可以發現我的出腳 跟我的抽回來動作 它都跟我的中心腳的 這個彈跳有關係 那當然你必須要保持著 你移動腳的這種彈性 移動腳的緊繃感 就是說你如果是這樣子 你的中心腳在彈跳 但是你的移動腳是鬆散的 那你就很難產生出那個力量 釋放出來的力量 所以請你去記得要有一個釋放出來的力量 那接下來呢 我們在 kick 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腳的動作呢 要腳的動作 如果我們今天 kick 不是只是單純的 1 2 3 4 5 6 7 8 那我們在做 kick 的時候 我會有什麼 會有側邊的時候呢 我們要站在單腳中心上面 當我要往側踩的時候 你看到老師的臀部是不是跟著改變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6 7 8 好 請去看一下我的背面 我們的腳 我們有幾個方向 有斜前 左斜前 前方 右斜前 右後方 甚至我還可以往後面 所以你看喔 我這是往我的左斜前 這是在我的前方 這是我的右斜前 然後右後方 左後方 所以是 1 & 2 & 3 & 4 & 5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我的臀部 其實會跟著他有一點點改變 那當我在往左斜前的時候 你發現我是把我的左邊臀部拉高 回來 然後到中間 那正面的時候我們就沒有問題 我們的臀部就是平的 當我往右斜前的時候 你發現我把我的右邊臀部拉高起來 可以看到斜斜的 這邊也是斜後方看到嗎 斜前 斜前 那當我去左後方的時候 我是不是有一個臀部往左後方點的位置 那為什麼我們的臀部要跟著他一起這樣變呢 因為當你臀部跟著他一起改變的時候呢 你的平衡跟你的動作是會變得比較大的 如果今天只是走腳 看到我今天只是走腳 我的幅度會比較小 但是我走我的臀部 我走我的臀部 你看到我的動作是不是就會變得比較大 而且在那個時候 你的身體的平衡跟彈性 還有身體的角度呢 就會相當相當的明顯 那我們在這邊 我們為各位再示範一次 所以我們這邊動作是 1 2 3 4 5 6 7 8 可以嗎 所以我們給各位的一個練習 我們可以練習是正面的位置 這邊是1 2 3 4 5 6 7 8 1斜前 2斜前 斜後 4 5 6 7 8 可以嗎 好 我們再看一次 我們的左腳是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OK 我們背面為各位示範一次 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練習到 你就可以練習到每一個角度 我們現在先從正正的跳一次 這邊是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OK嗎 好 我們踩下來 預備 總左腳走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OK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有幾個比較大的重點 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讓你的腳可以回到這個位置上面 你可以感覺到你的腳呢 under你的body 可以看到不是往後的也不是往前的 under你的body 你的腳跟的位置上 在你的身體的下方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保持我們的什麼 大捧展翅的這個位置 好 彈跳 那在這個時候呢 我需要的事情是 你重心腳的彈性 好 你保持你重心腳的彈性 因為有很多同學在跳的時候 就是只有 kick 就是只有他的腳在抽動而已 我需要的事情是 你重心腳的彈跳 那再來我講的是什麼 我們臀部跟我們腳的相對位置 因為你只有這樣子的動作 我剛剛說過了 你只有這樣的動作 它才會幫助你 把你的動作的幅度變得比較大一點 而且會比較平衡一些些 OK 好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 就是由 Rex 老師的觀點 來告訴大家說 我覺得我們的 kicker 應該要有什麼樣的想法 那當然就是 如果有什麼不足的 你就去看 Selena 老師 那今天只是這一集 我希望跟大家講一下 我如果再叫 kicker的話 我會怎麼樣去切入這個位置上面 Of course 你捷舞的 Posture 什麼的 那個都是基本低消啦 所以我們就不會再談論它 但是你在 kicker 的部分 你必須要有這樣的想法 OK 那我們今天這集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面還有一個超級感謝的按鈕 超級感謝 刷起來 我們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Bye Bye Bye